第15题 用毛皮摩擦塑胶尺 毛皮带正电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这次摩擦几电 毛皮如果带正电 塑胶尺就带负电 东西会带正电是因为失去电子 东西会带负电是因为得到电子 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电子的转移方向是从毛皮移到塑胶尺 所以第15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租电子由毛皮移向塑胶尺